ok 来接下来第2题 第2题它的题目就是 x3加5x2加7x再加2 然后它要除的是 x加2 x加2等于0当 那个加2搬过去的时候它就找到的是 -2 所以你的SyntheticDevicer就是 -2 然后这些号码怎样排呢 你就跟着上面的咯 它是POWER3、POWER2、POWER1 跟CONSTANT它是没有SKIP所以是1572 先把1拉下来先 ok 然后呢你用-2乘这个 ok -2乘1就变成-2 ok 然后呢5加-2 5加-就变成-所以5-2 所以答案出来就变成-3 ok 然后还是继续 我们就用这个-2再乘 这个3 ok -2乘3就变成-6 ok 然后呢7加-6 所以变成了7-6 所以答案是1 ok 然后那个-2又再乘这个 1 1 所以你拿到的答案出来呢 就是 -2 这边放个头号 因为它是reminder来的 ok reminder它答案是什么呢 2 加-2 所以它出来的reminder 是0 ok 然后 我们再test它 x3 除x 然后另外一个是x2 除x 然后再x除x 所以这个出来是x2 这是x 这是1 所以你的答案 出来最大的号码 或者是最大的power 它是x2 所以是qx 等于 因为你的答案是1 3 1嘛 所以是最大的 刚才我们test了 最大的power是square 然后呢 加3 x 再加 1 然后它的reminder是 等于 t 里面 这里 顺 对 是 哪 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